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最近美国大选的新闻实在是太多 昨天拜登他儿子的黑材料是刷屏了推特 当时遭到推特和脸书的屏蔽 感觉跟中共的做法差不多 大家还记得吗 英国的预言家汉米尔顿·帕克曾经预言 针对美国 他预言说民主党针对川普的弹劾案 将以失败告终 但表示这个弹劾会使川普总统的地位更加的牢固 重要的事情来了 他提到前副总统拜登 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 因为丑闻名誉扫地 川普在总统大选中是大获全胜 根据英国预言家他的说法 这三条好像似乎马上要应验 据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说 在2019年6月4号的一天 拜登老家威尔明敦的一个电脑维修店 接到了一个修电脑的活 一个顾客要求维修一部苹果电脑 这是笔记本电脑 说是硬盘里进了水 但是修好之后 这个神秘的顾客是迟迟没有来取 也没有付这个维修费 店主根据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次打这个电话 也没有联系上这个人 于是这个店主哥们 查了电脑中的信心 不看不知道 一看是吓一跳 里面不仅有电子邮件 还有很多这个淫秽的照片和视频 店主说他当时无法确认 电脑是不是亨特拜登本人的 但是电脑外壳上确实有一张贴纸 显示的内容是以拜登长址 博拜登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博拜登在2015年5月底 因为脑癌已经去世了 由于内容太敏感 这个店主哥们随后联系了当地的FBI 根据这个特拉维尔州联邦法院 传给纽约邮报的传票照片显示 FBI在去年12月 依法把这个电脑和这个硬盘呢 带走调查去了 可是FBI带走之后呢 就没有下文了 FBI带走之后啊 这店主呢也长了个心眼 复制了一个硬盘里边的内容 于是店主是主动联系上了 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的律师团 把这个硬盘呢 是交给了这个朱利安尼 他这个团队 可是这个FBI带走电脑之后啊 就没有下文了 FBI带走之前呢 这个店主呢 是长了个心眼 复制了硬盘上的内容 于是啊 这个店主呢 就主动联系上了 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 就这样 朱利安尼或者说 川普的团队就完全掌握了 亨特电脑上的所有内容 电脑里边的内容呢 是特别的劲爆 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都看到了 那么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谈了 那么除了这么大的丑闻 接下来民主党和拜登会怎么样 拜登他会不会退选 按这个英国预言家的说法 拜登会因为丑闻而下台 那么问题来了 离美国大选呢 不到20天 拜登会退选吗 如果退选 美国大选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中共啊 在早前给美国总统川普 感染新冠肺炎入院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推测 他说啊 如果川普不幸 感染这个病毒去世 或者重病被迫退选 兼对总统选举 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现在啊 我觉得他这个推测呢 正好 给用在拜登身上是非常的合适 在美国历史上 从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 在如此接近大选的时候 退选 或者说去世 那么因为这两个总统的候选人啊 他的税数都比较大了 但是川普从感染疫情回来以后 身上已经有抗体了 那么问题就落在拜登的身上了 如果说候选人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 退选啊 咱们说退选 那么一种可能就是延迟大选 但是不大可能 美国国会定下大选日期呢 而本届大选已经按照美国法律 定于11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 若要延迟大选 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达成一致才行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情况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拜登退选的话 这个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啊 他肯定会推迟选举 但是共和党他是不会同意的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内战期间的1860年 选举也照常举行 结果呢 是林肯胜出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替换候选人 川普的共和党和拜登的民主党呢 都已经制定条规 一旦发生问题 该如何填补总统候选人空缺 再有呢 替代候选人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 不大可能 当前的问题是大选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 不仅有人已经投了票 选票呢 也都印好了 另外各州有关候选人列明选票上的截止日期 各不先同 而大多数的期限已过 美国宪法没有规定选举人需以何种方式投票 但最高法院在7月份裁定 各州可以对不尊重这个州普选票成绩的不忠实选举人出以罚款 选举院的成员坚于12月14号聚集在各自的州 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如果候选人在选举院投票前退出 事情可能会变得混乱 但从理论上讲 每个政党都可指使其选举人投票给替代选举人 国会兼在2012年1月6日对结果进行认证 胜出者呢 兼在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 中共呢 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民主党拜登身上 没想到呢 拜登出了这么一遭事情 前段时间 美国总统川普感染新冠肺炎的时候呢 中共那些小粉红和五毛们 那是荒天喜地的庆祝 没有三天 川普是带着抗体回来 中共是吓死了 中共是人算不如天算 那么政协大战已经在美国上演 英国预言家哈米尔顿·帕克 他的预言到底能不能应验 有人说预言的准确率只有75%到85% 我看了一下他今年的预言呢 前面很多都错了 没有应验 难道他在川普和拜登的身上会应验吗 他毕竟有75%是正确的嘛 当然了 他的预言不一定会实现 我们作为对当前美国大选局势的一种推测而已 民主党拜登他到底会不会退选 那么我们兼拭目以待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